大赛目标的目标都会改变吗 这个冠军 我说金牌又要被骂了 我不敢说 但是参赛都想拿牌 对 都想金牌 好 等一下 这是张本志和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的表态 一如既往被问到了巴黎奥运会的目标 张本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纠结 记者都笑了 确实 张本志和每一次说出大赛目标是金牌 总会被中国乒乓球球迷质疑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实力荡四吗 诚然张本是国平的主要对手 但面对国平主力胜率还是很低的 所以不是顶级选手口气不小 在东方文化中也是很难被接受的 别说日本选手了 陈梦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时候 说了一个我的时代到来了 都被不少网友嘲讽 所以张本也明白自己会被嘲笑 看上去 张本志和也不少关注中国网友的声音啊 很清楚自己目前的风评如何